陸客來到台灣旅遊 中正經驗堂 幾乎是必來的景點之一 但現在的情景卻是門可羅哥 歌詞比人多 拍照可以慢慢來 不怕擋到人 但現在這個必許景點 變得冷清 陸客導遊最有感 差很多 差 所以現在坐起來比較輕鬆 輕鬆賺不到錢 輕鬆 現在不是輕鬆的問題 累一點可以賺到錢對不對 現在團那麼少 旅遊業進入冰河期 政院估計年底遊客 可能減少65萬人 觀光會會短收360億 而目前4000輛專階陸客的遊覽車 九成閒置 連帶華語導遊只剩一成多職業 不少旅館 餐廳 旅行社 相繼關門大集 靠洗旅館床單為生的洗滌業 生意更是大減 這就是陸客地價團出現 量能不足 但是供應量過剩的時候 它的價格自然就會下滑 民間資歷救濟 減價搶陸客 但卻越減越辛酸 眼看民間陸火止不住 週四政院推出300億舊觀光 但人擋不住旅行社遊覽車 導遊業者912上街抗議 這個三百億的配套 那個是舊的政策 什麼新的一些做法 那也還沒有講清楚 我們目前業界最需要的 還是在於多元客源的開發 自舊會批空洞給魚 不如給釣竿 蔡政府再不正式觀光產業 恐怕沒有最慘 只有更慘 記者柯商 張連浩 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